夫妻喝醉 在飲料店门口大鬧 警方到場 想不到抱着妻子的男子 竟破口飆骂 还召集园警 被园警喷辣椒税 压制在地带 男子还在卵 支援警力到场 将最难包围压地 但只见他怎么样就是 不肯就范 不断挣扎 拉扯园警 不只男子醉醺醺醺被压制 她的太太也忙到不像样 被远警带回派出所 还整个人跌出警车 想不到事后女子发现 身上多处擦错伤 衣服破损 气得控诉警方施暴 执法过当 不过监视器一调又够瞎 这些伤全是她的先生 喝酒醉在棋楼 一路拖行太太拖出来的 过程中警方实施管束 并待反所内调查 均符合警执法相关规定 酒醉袭警还反控警察 监视器秘鲁器还原一切 夫妻喝忙闹进警局 这下还得吃上 妨害公务罪 记者李琴 黄韵兰 新闻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